所以教你們的心理 為何有這麼多罐頭給你選 你買了狗糧的 對 這要解釋,為何我們要買狗罐頭 是因為很多網民都說 罐頭跟狗糧的味道很相似 我們為了做真正的比較 我們就吃了狗罐頭 再吃其他,究竟哪個比較好吃 說真的味道如何 說真的味道,狗罐頭也不是想像中 那麼難吃 沒錯 純粹質地比較奇怪,有點像糊 有點像狗仔,所以其他味道上也沒甚麼 有點像嘔吐蜜 可以餵的,當然… 不想到你餵我,我餵你 我們看著這段影片 對你們有另一番的尊重 知道我們外面多辛苦 尊重… 不要緊,我們帶了很多狗狗狗罐頭過來 對… 可以跟你說嗎 有個貓嗎 現在對你的尊重,馬上跌倒進去 富士山的題目是怎樣 好嗎?很想知道富士山的題目是嗎 很想知道那個王,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你們開得錯了 你一開就已經散開了 不是,那是攪拌嗎 還是真的買得到 買得到的 真的嗎 導演說好像買了80多元 80多元? 你開出來嗎 雲原會怎樣 雲原會怎樣 雲原會好像警衡一樣 我回來了 我們今天拿了甚麼罐頭回來 我只拿了午餐肉的罐頭 讓大家試一下 好 種類的特色午餐肉 好,那就值得嘗試 試一下 好 這個款式是植物肉 普遍的午餐肉都是用豬肉做的 所以它的熱量和脂肪量都比普通的低 尤其是臘是低了一半有多 所以相對健康 但它是由這些膚質、堅果做出來的 所以可能有些堅果敏感的人 就未必能吃得到 試一下… 好,試一下吧 好像低似的炸雞 我們先試一下 剛才拿出來聞起來很香 試一下 試一下 脆吧… 很脆 這個氣炸鍋… 這個氣炸鍋很好 這個氣炸鍋 它不像午餐肉 已經沒有午餐肉的味道了 好像薯條 對,我覺得是薯條 其實我覺得像雞肉 也不錯,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 馬款吧 很好 下一款… 下一款就交給我 這是我們的第二款午餐肉 午餐肉 這是雞胸午餐肉 雞胸… 健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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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衣服 吃吧 吃吧 平時那些是肥豬肉嗎 平時是豬肉的午餐肉 這是雞胸 味道真的很硬 它跟第一位也有點像 不像 你覺得不像嗎 很硬的味道 有像雞肉腸的味道 很鹹,很鹹 我還是喜歡平時的午餐肉 我也喜歡剛才的植物肉 對,那種 你做健康時吃這個 就很補充 它有那種雞的腥味 對…雞肉的腥味 是否過期的 雞肉,也說雞胸午餐肉 這個不太好 對,乾得來有 你不能碰 有時候半口也很似的 你吃光它 通常健康的食物 都沒有特別美味 雞肉的肉會硬 會濕一點 好像有雞胸 對… 所以… 吃光了… 你先走到一旁吃光 吃光它 然後你一個星期再煮 你不用吃光了,不用去休息一下 我們有第三樣 我拿第三樣出來 好 這個就是來自歐洲的進口貨 牛肉午餐肉 這次是臘腸 我想它是腸仔午餐肉 牛肉 是臘腸 是牛肉 其實它經過一種特殊的東西 就是它們做了一些儀式 令青針人都可以吃這種午餐肉 就是這條小腸 好像是腸仔 腸仔的肉味道 肉的味道不是普通的肉味 鹹牛肉味 但很鹹 對,鹹牛肉味… 我覺得反而似的是素肉 即是假肉類似的 這是真肉嗎 像真肉 真肉…牛肉… 但我覺得這麼多人來說 這個口感算比較好 對 會不會這麼厚 比較淡 對… 有否更好吃的 更好吃的?可以,你交給我 這是第四款 好 這是芝士午餐肉 這是正常的豬肉 芝士午餐肉 這個有油光… 這個味道真的像普通的豬肉 芝士很香 對,但很香 很美味 這些完全是平常吃的午餐肉 是,它會更香,有一點芝士 芝士是流心的 對,春肉味道不像芝士和午餐肉 那種味道很合適 好吃,這個真的很好吃 正常午餐肉萬歲 傳統的午餐肉 難怪是三大之一 下次買午餐肉 買這隻 下次買這隻 下次買即食麵 拌在一起吃 即食麵 買黑松露 然後買魚山 是 放點咖啡 不然要吐,你出去玩吧 我先試下一款 好…下一款吧 最後一款是午餐肉 是… 它是四川麻辣火腿豬肉 午餐肉 辣的嗎? 辣的… 不是多辣 你咬下去,你才說辣的 不是,你們吃得太大了 我剛才吃得太大了 我還有一大口咬下去 但我可以的 我沒有吃嗎?你喜歡嗎 可以嗎? 很有四川味 有這種吃米線的感覺 這個… 辣得挺香的 是嗎 不錯的 我覺得辣了一點 辣了一點 你也覺得辣了一點 但它做得到四川麻 它的四川味很重 我只是麻辣,我嫌辣了一點 我也覺得有點辣 你也覺得有點辣 我也覺得有點辣 這個結果應該挺明顯的 第一款有誰舉手 有一款是植物肉 植物的 植物的… 植物的 一個是你心腹中的第一 不是第一角色 第二款是… 第二款是雞肉 雞胸肉 雞胸肉… 雞胸肉,有人選擇 第三款是牛肉 第三款是牛肉 對嗎? 我喜歡吃豬肉 第四款是傳統的午餐肉 加芝士 對… 我選擇那款 四款是100%的 好,最後這款 這款是我喜歡吃的 你喜歡這個麻辣 我覺得四川味帶到很特別的感覺 辣得不錯,挺聰明的 現在我的感覺很濃郁 很麻辣 好像吃麻 我平時也不能吃辣 但現在… 因為它是麻 你吃完後,嘴唇也麻辣 是嗎?不會的 還想吃嗎 今天試完後也挺好玩 原來現在的餅頭也有很多款式 所以希望大家發揮一下你的創意 下次買罐頭的時候 不用買傳統的三大罐頭 午餐肉 買空氣… 試試 又買臭魚 送給別人家 對,狗糧也可以拿來做菜